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宇和吗? 它的原型就在《演习攻略》里 我们都知道1998年 赵薇和林心如主演的《还珠格格》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其实里面的每一个主角都是有历史原型的 而《演习攻略》则更加接近历史 演绎的成分少很多 这里面就有《还珠格格》里现宇和的真身 在《还珠格格》里 夏宇和是一个民间女子 乾隆嫁江南旅游时遇到了她 一夜重庆就生了夏紫薇 紫薇后来入宫找亲生父亲 经历重重磨难 乾隆终于认了紫薇 并封她为民主格格 剧中最感人的 依然是美丽清纯的紫薇 可大鼻孔高额头耳康的爱情 这种你是疯我是沙 蝉蝉绵绵绕天涯的爱情故事 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历史上尔康的原型就是弗隆安 她的弟弟尔太的原型就是弗康安 她父亲弗伦的原型就是弗察 弗衡 她妻子紫薇的原型就是和硕和家公主 她儿子东的原型就是鼎鼎有名的风声极论 弗隆安和公主婚后感情十分好 秦色和谐 恩爱无比 只可惜两人寿命都不长 弗隆安38岁就死了 公主命更薄 只活了22岁 他们的儿子风声几轮 十分受乾隆的喜爱 和硕和家公主的母亲是纯桂黄贵妃 也就是环珠格尔里的夏月和 延禧攻略里的纯妃 在延禧攻略里 纯妃还是少女的时候 可复衡的姐姐是归中密友 纯妃也常常去复查府找闺蜜老科 有一天 纯妃在复查府 看到了正在炼剑的复衡 于是纯妃这颗少女心 就被复衡深深的吸引了 之后纯妃做了一个穗子给傅恒 还写了一封行私信给傅恒 纯妃派了自己的丫头玉胡 去送这两样东西 可玉胡却把信撕了 把穗子夹在傅恒书里 傅恒看到穗子 以为是姐姐做的 就一直佩戴着 后来纯妃被父亲送入宝亲王府 成宝亲王府底的哥哥 但纯妃依然爱着傅恒 每次看到傅恒佩戴着他做的穗子 就以为傅恒心里也有他 原本纯妃嫡子不愿意嫁给乾隆 可想的情人姐姐也嫁给乾隆 与其死还不如一同嫁入王府 替情人照顾好姐姐 于是纯妃十年来 一直精心照顾傅察皇后 为了皇后 他能牺牲所有 甚至不惜避宠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 爱的人 傅察傅恒 直到傅恒深深爱上了小宫女魏严落 纯妃才知道 傅恒从来没有爱过他 纯妃发现自己失恋了十年 付出了十年 到头来却是痴心错付 是一场天大的笑话 于是纯妃因爱生恨 从此黑化 他走的第一步 就是去找乾隆 开始争处 后来 他生下儿子一女 其中的女儿就是和朔和家公主 也就是还朱里的夏紫妃 他没能嫁给失恋十年的情郎 却和情郎成了亲家 这是否也是上天对他的弥补呢 好了 最后我再梳理一遍人物关系 尔康 福龙安 尔康父亲福伦 傅察傅恒 尔康妻子紫妃 和朔和家公主 紫妃母亲夏宇和 纯妃